蔣麗芸議員 蔣麗芸議員 請你提出你的問題 為止 真正好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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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香港人可以向大家報告一下 作為一個例子 說明什麼呢 說明我們要正確去理解 白皮書 基本法聯合聲明的内容 我們確實是要對背景 有一定的認識 勝利權力這個問題 我們在1986年左右 剛剛開始做基本法起草工作 現在斬馬就28年前了 的時候已經有一部分朋友提出來 就說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一個成為權力的關係 當時很快這件事就已經過了去 因為那個道理也都相當簡單 香港回歸祖國 是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是中英談判 解決了歷史遺留來的問題 中國收回香港 然後在香港整個特別行政區 就通過基本法 向這個特別行政區 授予權力 使得我們有高度自治 而授予權力是高過 不僅是上海、天津、北京這些城市 也都高過 東京、大阪、倫敦、紐約 這些城市 我們作為一個 城市的政府 我們有權力是大過 國內外其他城市的政府 這是因為中央授權 而香港回歸祖國的這個過程 不是好似有一些聯邦制的國家 就是那些幫 走在一起 成立一個聯邦 成立一個國家 它作為國家一個部份 它向聯邦政府授權 成分下來 它沒有向聯邦政府授權的 就是它自己的成餘權力 香港沒有成餘權力 因為我們並不是香港和中國大陸 和台灣走在一起成立一個中國 我們向中央授權 剩下來的那些是我們的 不是 我們回歸祖國的過程 和我們得到權力的過程 是另一種 就是中央向我們授權 那些權力本來就不是香港的 所以類似這樣的問題 是很值得 和很有必要 在社會上不斷做好這個說明和解釋 而往往 有不少朋友去過不少場合 包括一些青少年 朋友和我的聚會 我們問他們 他們對白皮書有意見 對中央最近一些 講法有意見 但是你一問他們 你自己有沒有看過 白皮書 你就要揭一下 從第一頁 揭到最後一頁 你有沒有揭過《基本法》 從第一頁 揭到最後一頁 不需要詳細看 絕大多數人是沒有 正如我剛才都講過 昨晚 是否有一條消息出來 珍普聯委託香港大學 一個民意調查 機構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發覺有大悲哀大 七成 七成半的人 其實都不知道那三個方案 珍普聯 學民思照 以及這個人力的方案 是什麼方案 等等 所以我看在大家 衝出來 然後離場之前 我覺得 或者可以利用離場的時間 可以拿著這些重要的憲政 和政治文件 大家可以稍微縮讀一下 蔣麗芸議員 阿嬤 阿嬤 阿嬤